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呢我们来学折一支加藤骏设计的洗手液瓶 哈喽玛琳达,能教加藤骏的洗手液瓶吗?超想学的 今天的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支作品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个瓶子的瓶嘴部分摁下去 能够自己弹上来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支洗手液瓶呢我用的是15厘米的无印良品的纸 首先折出两条对角线 下面这两个边分别朝着这条线来折 这里不要全都压,只压到中线为止 然后呢,这两条边再分别朝着这条折痕来折 也是一样的,把折痕折到中线为止 之后呢,上面的这个尖朝着这个点来折 并且只在中线处做一个标记 然后呢,尖再朝着这里的标记折 这个边折向这里,把这个角折过来 对面也是一样 之后呢,再打开 把下面这两个边分别都朝着这里的这条中线折 然后到背面去 把上面的三角形折下来 之后呢,三角形的顶点朝着这个点来折 再翻回来 这边最靠近中线的折痕在边上的点 找到这两个点,把底下的角给折上来 然后这个角的尖再朝着这里的这个角点来折 之后呢,再打开 沿着这条线折上去一个三角形 翻到背面 左右的两个角分别朝着这里的焦点来折 然后呢,沿着中线把它给折 折起来 沿着这里的这个边,把底下的三角形折上来 然后把它从中间打开 并且压平 之后呢,再把它给打开回来 后面这个一小块 也是摊平 沿中线对折 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给折一下 然后沿着它做一个内翻折 找到这里的这个焦点 从这儿往右做一个平的折痕 也就是说底下这半折上去之后 应该是这里的边会和底下的折痕对齐的 然后呢,左边这里 这个边朝着这条边来折 然后再打开 底下这里沿着这条折痕折上去 然后呢,上面要做出一条新的折痕 就是从这个点延伸到这里这个焦点 然后它就能在这摊平了 背面也是做出同样的一个折痕 先沿着这儿 把它给折上来 然后折痕到这里为止 之后呢,把它给打开 看到这里一块 底边朝着这条折痕来折 然后新折的折痕再朝着这条折痕来折 之后呢,现在的底边朝着这个上边折一下 之后左右都打开 又是从这个点往下做一条折痕 也就是说这个边朝着这个边来折 然后这儿恢复 变成这样 左边也是同样的 把边对齐折上来 这里就变成这样 右边的是要把它给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之后呢,沿着这条线对折 在这里沿着边上的两个点折下去一个小三角形 然后呢,沿着这里做一个扇折 之后呢,沿着这条折痕把里面的这块纸层做一个内翻折 之后呢,这里就是沿着刚刚折过的折痕 把它给收一下 先沿着这儿,把这儿折上来 然后底下沿着刚刚折的折痕 这样子往后折 让它能在这摊平 背面也是同样的 就变成这样 之后呢,这块把它打开 上面的 沿着这儿,把这个头折过去 然后呢,头的尖再朝着这个点 折下来 之后,看到这里的纸层 从这个点连接到这个点 把这里折上来一半 左边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再把这块给恢复一下 下面的是这样子合上 然后上面的这个头呢 就要把它给打开 沿着现在的 这两条斜着的折痕 把它给推出来 然后底下的这个纸层捏紧 上面的就可以捏出这样的形状 现在可以把它给先合上 就是这样了 之后呢,要在这儿做一个内翻折 先沿着这个边 把它给推进去 到这儿,然后再捏一下 就会折出一个新的45度的折痕 在这里 回来 然后里面这片纸层 拉上来 之后呢,找到这条折痕 在这里外面 在这里外面把它给 两面都捏一下 然后呢,在里面 我们也要整理一下 整理成这个样子 这里都是按照刚刚 原有的折痕捏的 这样就是一个可以捏平的状态 里面是相当于做了一个成折在这里 之后,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给折到前面去 然后沿着这条折痕 把这块折上来一下 之后呢,再把这条折痕 之后呢,再把这条折痕 朝这上面的顶边来折 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角分成三等分 这里,我就目测一下 就是把它给折上来 形成的这两个角 大约是相等的就可以了 之后呢,后面这个纸层 把它给扯下来 在这摊平 做出折痕 然后呢,这个纸层再往下扯 也再捏一下折痕 之后再恢复 就形成了很多个 相等的角 背面也是同样的处理 我们可以先这样子折一下 背面就依照着这个边 来做同样的处理 也是先折上去 然后背面的这个纸层 把它给拉下来 然后外面的纸层 再往下摊平 之后呢,就要开始把这个瓶子 给收起来了 首先,这一半纸层 把它给折过来 那这里是朝哪折呢? 里面有这个点 到这个点的连线 把这个边朝着那条连线来折 这里也是目测一下 这样子 然后背面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前面的纸层这样子拉开 然后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给折下来 并且在这摊平 背面也是同样的 这一纸层拉开 然后沿着这条折痕 第二条折痕 把它给折下来 并且压平 之后呢,沿着这里的这条折痕 这也是第二条折痕 做一个外翻折 折过来 前面可以捏一下这个折痕 然后这里打开 把上面的三角形 这个尖角给折下去 这就是平口的前半部分 之后底下的这个 平身把它给撑起来 然后呢,要撑出这条折痕 这里就只能从这儿 进去把它给顶出来 然后呢,再把它这里再捏出 两条骨线 差不多是这样子 之后呢,把这个平嘴往前竖起来 然后后面的纸层 先把它给捏一下 捏成扇线 右边的这块也是同样的 然后呢,把右边这一半 塞到左边这半里面 其中这一片 需要塞到横里面 再来掃到横里面 放下来 一片子 这样子就差不多塞好了 之后呢,来收这里最后的收口部分 首先沿着这里把它这样子往前折 然后呢,把这里这样子捏出来 再往前折 这个就是收口的方法 左边也是同样的方法来收口 首先沿着第二,第三,第四条折痕 把这里给捏出来 然后往前摊平 之后呢,沿着这条折痕 再把这里这块给捏出来 之后呢,再往前翻一下 这个就是收口的方法了 之后呢,可以把它给上点胶固定一下 在这个瓶口的后方上胶 可以让这个瓶嘴的位置不是太靠后 稍微上胶整形之后呢 今天的这一支洗手液瓶也就完成了 嘿,对我呢,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六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Woohoo 好